我告诉你 我错了 像我这种大白杀 只能赢不能输 就算所有的人都不想跟我一起吃饭 不想跟我搭同台电梯 我无所谓 就算我再怎么努力 我得到的赞美只有这么一点点 我也不在乎 但是我不能输 只要我输了 全世界都会把它的物能烙印在我身上 只因为我活在一个假装良心平等的世界里面 因为我可以跟男人得到一样的公平 但事实上大家都被骗了 我就被骗了 因为这个世界从来都没有给过我一个公平的机会 所以我告诉你 任何一个我想要到的东西 我都已经不计一切大家的抢到手 我奉劝你 不要成为我的敌人 也会输得很惨 班长啊来吃饭喽 来了 原本妈给你炖了一锅鸡汤 想要给你补身体的 结果烧焦了 只好喝蛋花汤了 别说妈 有汤喝就好了 乖 同学 现在吃饭了 同学 小声音一点 你弟一定是读书读到天亮 刚刚才睡 你不要炒他 我送上去就好 来 你坐下来吃 你们赶快吃 我上次跟你讨论的事情你考虑得怎么样 我不是跟你说过不可能吗 我们公司只接受通过检测 还有实名登记的厂商 你们那个面膜什么都没有我怎么帮啊 不是 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 那个流程我们已经在跑了吗 而且重点是这次我是特别拜托我朋友让我入股 我才好不容易进去的 而且你看现在面膜市场这么大对不对 放上去一定热销 你就帮个忙嘛 我说过了 没有检验证书就是不行 还有 面膜市场已经很饱和了 你以为那么容易啊 你不要没事就投资东 投资西的好不好 这几年我们家赔了多少钱你不是不知道 对不起啊 你讲这话什么意思 你有在听到吗 我怎么就运气不好嘛 投资理财本来就有赚有赔 就赔了几次而已嘛 轮到那来说我是不是啊 好 我不说了 那就不要跟我拿钱 你也不要跟家里借钱 爱赔多少就赔多少了 对不起啊 你有听到你自己在说什么吗 又吵架了 好啦 别吵了 你哥难得回来 你干嘛老是跟他过不去啊 妈 我告诉你 我这次面膜公司肯定会赚钱 我怎么就拜托他帮我们把我们家面膜拿到他家的网络去推一下有这么难是不是 这要哥跟你跪是不是 好 我跟你跪 来 我跟你跪 来 起来 男男心下有黄金 加加加加 怎么可以随便跪 爱沙 你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你不是你们公司的行销总监吗 你帮你哥一个忙会怎么样啊 妈 公司有公司的规矩 我怎么可能帮他开后门啊 你怎么这样讲话 妈 再就这样啊 从小被爸宠坏了啦 才能目中无人啊 没大没小啊 起码我没有靠家里吃软饭 你 你 我吃饱了 妈 别管他 吃饭 我吃饱了 好了 来 妈特别被我给你准备的 好 这个我最喜欢吃饱了 那么不吃饱了 易先生还在办公室等你 他好像有重要的事要跟你说 总监 您先回去吧 好 你回来了 等我一下 我快破完这一关了 你知道我有什么事吗 哦 太好了 你再等我一下 我要截图给Steven他们 我要证明 我是金氏曼的第一个破关的 好了 你肚子饿不饿 我请你吃饭 你不是已经吃饱了吗 我只要用脑 肚子就会饿 你想吃什么 我也没事的话 请你离开 我还要工作 也不是什么重要的事 我只是想知道 今天 你在兰总那里 是真的知道 红酒的年份还有产地吗 什么 以后悔了 先把合约拿回去 我想知道 这对你来说 算不算一次公平竞争 公平 你今天知道 什么叫做公平吗 所谓的公平 是当两个人 站在同一个起爆点上 各凭本事的跑到最后 谁赢了 谁才有资格说什么叫做公平 但如果今天赢的是一个女人 你以为这个世界会放过她吗 她心里会每个人都跟你一样 因为付出任何的代价 就会得到你所谓的公平 我告诉你 我错了 像我这种大白杀 只能赢 不能输 就算所有的人都不想跟我一起吃饭 不想跟我搭同台电梯 我无所谓 就算我再怎么努力 我得到的赞美只有这么一点点 我也不在乎 但是我不能输 只要我输了 全世界都会把她都不能烙印在我身上 只因为我活在一个假装良心平等的世界里面 以后我可以跟男人得到一样的公平 但事实上 大家都被骗了 我就被骗了 因为这个世界从来都没有给过我一个公平的机会 所以我告诉你 任何一个我想要的东西 我都已经不计一切大家的抢到手 我奉劝你 不要成为我的敌人 也会输得很惨 你还好吧 请不吝点赞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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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感谢观看